台湾正是一眼巨鼠 年轻时候 有一年过年 我在景美 他来拜你 夫妻两个来看我 他告诉我 他兼任福人大学教授 跟学生开立门工库 国外活动 普贤献员品 为他们讲不应好事情 当时我提出个问题 我说我有个问题问问你 你给我解答 一句话不啰嗦 一句话答复我 我说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尽 他说的是什么 他想了那个五六分钟 答不出来 不用我这一句话 不能啰嗦 他问我 我说 波瑞经上所说的 诸法实相 这四个字回答行不行 他想要有道理 一切诸佛如来 所说的一切尽 就这一句话 把一切法的真相说明 说出来跟你 诸法实相 用白话说就是一切法的真相 怎么能怀疑 为什么他能说出他见到了 他给我们讲 激进是非有非无 他看到了 自信他看到了 自信一念不觉 变成阿赖耶 他看到了 阿赖耶把一真法界 转变成十法界 变成六道了 他也看到了 通通看到了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他说 他什么都知道 那告诉你的真相 一切法 分忧非无 所以 提相用 读得不懂 诠释自己 一念不觉 而产生的幻想 是真真讲清楚 讲明白 诸根 六根 言而必是神医 六根 六根对六臣 同归基尽 为什么 知道他全是非有非有 彻底放下 再不放在心上 这一放下 就是民心皆心 就是大吃大悟 没有开悟 没放下 放下就开悟了 我们在谈经上 看待个例子 慧明发死 六足把他一搏逃难去了 被他追上了 慧明发死 没出家之前 是四平将军 这些武功的人 他看他追上来了 把一搏放在路边上 石头上 自己躲起来了 他们来是得一搏的 没有想到 四平将军 这个一搏拿不动 他马上就救过了 知道是护法神守住的 要不然是 四平将军 这个一搏这点东西 怎么拿不动 就马上念头就转了 叫着行跌行跌 大家在寺庙里 这样称呼 能打死 我为法来的 我不是为一搏 请你出来 为我说法 灰门走出来了 坐在石头上 既然是为法来的 就提示他 叫他放下万语 不思善 不思窝 正在这一念当中 什么是明上座 本来明 他就开悟了 在一念当中 他放下了 放下什么 放下七星斗链 放下分别之处 马上就开悟了 我里就磕头 道谢 自己说 在黄梅那么多年 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今天听 能打死的一番开示 明白了 明白了 从今之后 能打死就是我的师父 能打死一生 度了四十多个人 他是第一个得度的 第一个开悟 就一年 迷雾是一年 这一年 就是 迷了菩萨苏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 这一秒 就那一年 这一年无聊 念念无 这一年迷了 念念迷 念念迷 就是阿赖耶 念念觉 就是回归自信 就称佛 迷雾在一年前 人修行 就是修这一年 怎么修 寂静 寂静 是自信 薄弱 放光的 秘诀 那我们自信 有光 跟佛菩萨 跟慧能达 是一样 为什么放不出来 我们没有急 没有劲 有其心动念 有分别 有知识 这叫六道反复 差别 就在这里 阿 阿 你 太 佛 阿 你 太 佛 阿 你 太 佛 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